由中国大咖胡歌主演 香港大导演王家卫 受不指导的录剧《繁花周语定档》 该剧赤资五亿人民币 耗时三年拍摄 呈现90年代初期 纸醉精迷的十里洋场 以及滚滚红尘中的爱恨情仇 选在中国央视黄金时段播出 逐渐官方看重的程度 好一阵子不见的胡歌 也协同三位女主角 马依丽 唐燕心之类 参加了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还减述了她在剧中 和三个女人的纠葛关系 我们从筹备到拍摄 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就是我和新日累半夜的李李 是天空和大海的关系 就是他们互为镜像 然后又充满了神秘感 距离很遥远 但是你在看日出和日落的时候 又发现天空和大海是连在一块 对 若即若离 这个秒针和分针 是不是60秒相遇一次 错 61秒 61秒才能相遇 因为秒针转一圈的时候 分针已经往前跑了一格了 所以他们俩的这个交集 永远要比大家认知的 要再远一点 我跟阿宝的关系应该是 彼此依赖又彼此独立 是那个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关系 外传王家卫的拍摄风格 总是虚无缥缈 让演员摸不着头绪 胡歌也帮大导演说话了 坊间的传说一半真一半假 对演员的确会有折磨 但是并没有坊间说的那么的漫无目的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导演还是比我们连续的方向 只是他并没有把我们表演的路径 给规定词了 给了演员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每个演员 在这三年的拍摄过程里 都有了长度的进展 我们刚才导演拍了三年 到底拍了个啥是 不好吃吗 我们两个都很好吃 我们看吧 回头看看 看看哪个是三年前拍的 哪个是三年后拍的 我把阿宝给大家看成片了 我都没看 哦 看那儿 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里面 我们都不知道里面他有很多人 所以我也很好吃 我想象过无数次和他的重逢 但我没想过会是这样的 您忙过做做 不计从彼此多久 我有来越夸 你为啥来讲 他不无怎样 我怎么也不能捆到人出 如果做生意是一门艺术的话 他教我的第一课是 你又有一个低过大厂小的吧 从你又跑到我地 有一个钟头 从我地标了 这要八第八秒 左手作为没有 右手炒股票 给亚洲 亚洲亚洲的太烫了 我妈知道 你屁股来 在三年头能处啊 我亚洲已经领自我来 帮我插头了 我能够一个经常进去 跟爷子哪里 里边开关系 你竟然敢来黄河路上开饭店 就不会没有这么困 有空的精灵自在 我想我干不了 那才把自己讲 做三一 刚就怕得 血得 有得 你你行你咋你 谁把兵啊 因为要是早死啊 不断黄河心不死 这不止是一什么经历 打开电话 尾对路来 是恩怨情仇 弄啊 都给三年真心电话 三年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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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躲了他 可惜 再乐着